Movem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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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期待跟大家分享一種 新鮮的訓練系統 就是我們的STM Featuring Lila Exogen Wearable Resistance Movement Technology 即是甚麼呢? Movement Training 都不用拿著啞鈴 都可以有阻力和抗力訓練 就是我穿著 Wearable Resistance 即是一套衣服 一套衣服 可以拔出來的啞鈴 有甚麼好處呢? 一,你不用有 Dumbbells和啞鈴 也不是錯的 也不會有啞鈴 因為是一種新的方法 我們多謝我們的朋友 Lila Exogen 在馬來西亞那邊 多謝阿周 他們支持 他們很認同我們的STM Child Test Movement Training 我們全部都是由Slow做起 然後才慢慢去快 And get stronger Base Foundation做得好 多謝他們的支持 首先大家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希望我們的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Get stronger together and play better tennis 我也是有一個 這裡 Calf 那裏穿了 當然呢 我們的朋友有興趣 可以隨時PM我們 我們會有個包裝給大家 加起來怎樣使用 非常棒 那今天我會示範 某個Strokes給大家 給大家看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穿了去練 慢了 以後我脫了去再打 長期做呢 我都會是 Get stronger And我都會快了 我快了 Stronger 變成我的Strokes 都會Show the performance 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是長期的動作去做 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大家可以 Again support我們 By subscribing 非常開心 希望大家也可以 Enjoy我以下的 Training Demonstration 給大家 And 希望大家喜歡 And 剛才的示範 我穿著 看快點 要看快點 好 這樓探進去 剛剛大家都看到 我示範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和我還想 我先穿著抗力 然後我慢做的動作 當然我可以先不打球 然後再去打球 然後我會除了抗力 然後我再做正常的打球動作 然後你會發現 你會快動 你會更強勁 如果你做了一段時間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當然抗力是否一定要很重 抗力是不需要很重的 重一點點 重一點點 這次已經可以慢慢慢慢去 當然你去健身 你不會去健身 馬上拿起50K的眼力去舉 不會的 正常人有normal brain也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做這個也不會這樣做 是慢慢的 50克 100克這樣做 慢慢才會升上去 看人的stature 尺寸來決定 以及他的能力去決定 當然跟教練是不同的 當然我們有一個系統的訓練 STM Child Tennis Moving Training 和這個Exogen Wearable Resistance Training Technology 我們希望帶來多一些 新鮮的訓練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增加你的訓練 和減少你的傷害 你會更強勁才能令你打長一點 你才可以減少你的傷害 你才能打得開心一點 希望大家喜歡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非常感激 請你分享這段影片給身邊的朋友 希望可以來得到大家開心 如果我們興趣的朋友 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有些套裝給大家 是按鍵都會練一個 Session 給大家 會教你怎樣做的 當然Private Lesson 不用說 一定是長期做的 還有一個Code 你也可以按的 令到你自己有Discount 我非常多謝大家的支持 和支持 和提前往GarKing 拜拜